第六百五十七章 以那丫头的身手恐怕躲不过 我刚刚看到那边有辆车 还看到了狙击步枪的步套 可能山里有人提前过来了 啊,不,不是吧 刚刚他们不是说封山了吗 怎么可能还有人进来 我也不清楚啊 到时候你几点点 别把家二货交你的东西都还给他了 一听到要用到家二货交的本事 赵雨墨就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了 那,要不要跟老师他们说一声啊 我们人这么多 要是出事了怎么办 怎么说,我还不确定 回头要是没事 咱俩岂不是成了全班的罪人了 你没有看到 大家都很兴奋吗 这 没事啊,别担心 我们小心点就好 云西扫了眼四周 流星四周的制高点 既然对方带的狙击步枪 如果真是有备而来 那么必然会选择狙击地点 现在并不清楚 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 目标又是谁 他只能小心一些 临时作战指挥室里 穆飞池正在跟冯瑞商量着 最后的扫尾工作 所有的病毒试管 全部都拿回来了 除了被盗走的三只 鳄鱼的下落至今了无踪迹 他们也不好在这边多耽搁 这次过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追回病毒 顺藤摸瓜 找出鳄鱼的下落 少帅 齐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手里拿着一份急电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就把手里的文件 递了过去 那批雇用兵有消息了 你看 穆飞池扫了眼上头的信息 暗谋顿时一沉 冯瑞凑过去看了眼 漫不经心地问 怎么回事 刺杀沈将军的那批雇用兵 冒头了 对啊 而且这次出来的人数不多 就五个 全都去了龙旗山 什么 糟了 猛的想到什么 穆飞池刷地扔下手里的文件 飞奔着走向灰狼那边 马上调出龙旗山 保护区那边所有的监控 顺便通知那边最近的盈鹰战队 让他们派人 赶紧赶往龙旗山 到了那边 给我定位 是 少帅 出什么事了 齐员和冯瑞也跟着走了过去 雇用兵出现得这么突然 而且少帅又这么急 明显是出事了 那丫头今天刚好在龙旗山 做生物考察 董令营的学生 全部都在那边 起码五十几个人 那批雇用兵 肯定是冲着他去的 冯瑞愣愣了下 不会这么巧吧 有可能真是冲他去的 顾用兵出马 不可能这么少人 对方只来了五个人 三民就是在解决小目标 解决一个小丫头 确实不需要太多人马 而且人多必然目标大 他们要撤退并不容易 如果真是冲那丫头去的 五个对付一个 以那丫头的身手 恐怕躲不过 而且那个地方 还有那么多的老师学生 真要出了意外 回答 定位那丫头的手机 看看她现在在哪里 你把既视定位 发给盈盈 让他们 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她 不能让她出任何意外 是 龙旗山的监控 已经掉出来了 少帅您看 切到大屏幕了 木飞驰站直了身 转头看向亮起来的 指挥作战屏幕 屏幕上 出入保护区的车子很多 根本无法辨别 到底是哪辆